剧组拍戏一群聚在一起 发生点矛盾什么的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尤其是遇到待遇交叉的剧组时 吵架可就是家常便饭 过久前就有工作人员 保守东英变场的待遇 极其糟糕 实际上 贾民骑士的演员 也与东英爆发过多次冲突 一 拍完戏就闹白的阅读 贾民骑士的粉丝有个很好的优点 那就是对剧不对人 哪怕你骑士拍的再来 只要演员没做过什么上风败水的事 大家都会很欢迎老演员们回归 甚至粉丝们或心疼演员 拍了这么一部烂剧 便衷心地助援他们 能够拥有更广控的未来 有的时候演员和东英 或者事务所闹了矛盾 粉丝们也会帮他们 大骂东英不厚道 比如说贾民骑士时光里 月留的演员 大饭师会里 在剧组的时候 随着拍摄慢慢变胖 身材逐渐走样 片眼圈慢慢加重 甚至有粉丝帮他声讨东英 指责他们给予演员太大的压力 在拍完了死亡之后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大饭师理会和事务所闹了矛盾 连个人介绍页面 都被从官网撤下 皮肤要退圈的样子 粉丝们也很担心他 还怕邮件问过事务所 得他的答复也是无可奉告 最近在阿杰雷达与小英的外传中 阅读强势回归 可算是让粉丝们放了心 不过经过这几年 前有疫情后有通货膨胀 大饭师理会也受得皮包骨头 不免让人心疼 不管他能高层 沿着怎样的矛盾 阿峰只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 二 小天心让不喜欢空我 在特色圈里 一直有这么一个谣言 空我男主 五代雄界的演员小天心让 不喜欢包括空我 在里的一些特色 并且公开识会过空我 咱们现在说说 这条有烟的起源 当初小天心让还是个新人 他去世纪空我 由于并没看过什么特色剧 所以他表现得 有点漫不经心 并且当时对应高层的面 说到自己对特色剧 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然后他又被轰浪出来 第一次的试剧 以大失败告终 他在惊醒的要求下 他做后准备 又准备了第二次试剧 这一次成功被选文的男主角 最后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 咱们其实空我大获成功 他想了平成骑士系列的第一强 小天心让还杀到了好莱坞 不过空我的成功 并没有为主创们 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说好要拍的剧场版 始终没有拍 这片人高斯成绩 在拍摄响鬼时遭到了降板 一年后 愤人离开了东益 小天心让自空我之后 也再没有回归过 所以坊间才会一直有谣言 不是让叔 因为讨厌空我才不回来 实际上让叔讨厌的 应该是东益 因为空我和高斯成绩 对于让叔来说 相当于深恩人 高斯离开东益后 拍摄了一部 名为大莫神卡能的特色 让叔就曾在里面客串过 试问他要真的讨厌空我 会特意去客串 高斯拍的剧吗 而东益之后 之所以不让让叔回归 一是因为让叔现在是大咖 档期满 要钱多 通益太抠了 二是因为让叔站在高斯那边 通益与高斯有过矛盾 请让叔回来 面子上挂不住 两边都不好看 三 玩死自己的祭祀 小明骑士系列 被称为新人的演员的练机场 这就是在说明 主要是出现了假名骑士 那么作为演员 不说前途一片光明 至少也是点掘着无数希望 像剑田江辉 左同剑 除那两针 这些日本演员圈的 刀红辣子机 以前都是依靠 假名骑士打出了名声 进而成为了一线打卡 当然想拥有这样光明的 未来的嫌疾是 演员自己不作死 但俗话说 no do no die why you try 有的人就是不信邪 配合作死 最后全人得人 在假名骑士家 有做剧场版 其次计划中 饰演继续守望者 水晨师郎的唐杜亮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实际上 唐杜亮在出演假名骑士之前 就已经很火了 只不过 压吉托的个人气 又给他添了一把火 只他一度 晃透半腼腆 在那个时候 唐杜亮真的就是 接广告 接电视剧 接到手软 让综艺节目 轻轻松松把钱赚 分分钟 百十来万 好不快乐 但是赚的多 花的也多 唐杜亮有个贯保币 他不贯全钱 拿到的工资 就是尽情挥霍 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月光族 并且他还不是普通的月光 那些钱 都被他原来买上好的酒 吃上好的菜 今天是山珍海味 明天是龙江暴胆 除此之外 他还经常输入枫叶场所 往往是当晚喝得烂醉如泥 第二天在醉醺醺的 去片场上班 一度这段东西很不高兴 这时候好听点 是在享受人生 说难听点 就在作见自己 整日酗酒玩乐 就这么着 抱怨来了 一天 唐杜亮感觉嗓子有点不舒服 去医院一查 后来晚期 并且已经扩散 基本上是扁血三连 治不了 等死了 告辞 最后也是他命不该绝 目手出 讲过了一条命 不过 自己做出的悲剧 现在才开始 命是饱住了 被警察抓过 出来后 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去了一家游乐园打工 目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此分前 躺在前座上的 天之骄子 造型在某某城市的一地叉 明明有着大好的前途 却不知道珍惜 不免让人感到唏嘘 四 空谋拐骗的南光太郎 虽然粉丝 骂得硬后门 剧组待遇差 很惊奇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在一些大事大非的问题上 做的还是非常正确的 比如说 有劣迹的演员 就不会启用 不管你猜演的作品 都有今年意义 不用就是不用 咱们其实不赖格 是多少小伙伴的童年回忆 咱们其实系列入空座 小时候 学他的变成动作 学得有模有样 最终男主角 男光太郎的演员 苍天铁熊 也曾在第七TV中回归过 但是为什么最近的纪念作中 却看不到他的身影呢 原因就是 苍天铁熊犯了错误 遭到了东云的器用 他凭借着咱们是男主的身份 四处控害粉丝 拉黑不来参加 这边混对粉丝 甚至公开售卖 非官方的骑士周边 种种可耻的行径 引起了官方和粉丝们的强烈不满 最后 苍天铁熊在社交媒体上道歉 这事才真正了解 但他和东云的梁子 算是解下了 随后再也没回归 吃眼谈光太郎 考哥曾经说过 不要把角色和声音游混为一谈 这人剧中也一样 小伙伴们 大可以把角色和演员分开看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这里下风 我们下次再见